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与工薪部 生态环境部 民政部 国台办等多家提案办理单位开展沟通交流 共同推动更好解决提案中反应的问题 今年台盟党派提案共25件 首先推进两岸关系融合发展是台盟坚持不懈的着力点 我们的提案重点聚焦 贯彻中共二十大精神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越 结合台盟开展调研情况和所联系台湾同胞的反应 图出两岸同根同源 守望相助的两岸一家亲理念 富裕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合中共济 一致向前 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土谋 在祖国完全统一的道路上迈出更大步伐 2022年围绕实现共同富裕的年度党派重点考察调研课题 苏绘主席提出以文化复明的角度 切如关注文化既富脑袋也富口袋 在推动共同富裕中的重要支点作用 台湾中央分三个城市推进重点考察调研 一是主席带队的集中调研 选择文化产业增加值年修18年 居全国首位的广东开展 二是重点省份的补充调研 选择有代表性的三省 包括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浙江 两岸设计师共同营造美丽乡村的福建 以及拥有独特地理文化优势的 北京京交开展重点补充调研 三市全盟19个地方组织均结合本地特点 开展了分调研如南军聚焦提升数字 乡村建设水平成都聚焦农文旅融合发展都市农业等 通过这种全盟参与过有执重重点突出的分层调研 汇集形成了近30个文化复明典型生动的案例 确保将情况摸清问题找准建议提示 在深属调研以及邀请国家有关部委专家学者 研讨论证的基础上 台幕中央在6月汪洋主席主持召开的调研协商座谈会上 汇报了初步调研成果 在其余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 又专门提出发挥文化复明潜力 推动无治生活 精神生活 共同富裕的政策建议 与此同时台湾中央形成 促进全体人民付口袋 更付脑袋的相关建议 以党派中央专报形式报送中共中央后 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批示 国家相关部委专闻与台盟中央联系 共同研讨交流螺丝有关政策建议 台盟把学习贯彻中共二十大精神 作为当前或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人物 今年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中共二十大精神的学习贯彻工作 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零星筑魂 制定专项工作计划 开展主题教育 组织政策理论学习 党史蒙史教育 实地参观等活动 发挥党派特色邀请所联系的台湾同胞积极参与 加强思想政治引领 根据多党活着 优量传统 不断把全盟学习贯彻中共二十大精神 影像深入 进一步助劳理想信念根基 汇聚同心奋斗力量 要坚持以中国共产党为师 深入螺丝中共中央 关于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参政党建设的一系列决策部署 每年确定一个组织建设重点任务 持续推进领导班子政治建设 代表人事队伍建设 骨干盟员能力建设 内部监督机制建设 培于支台湾东两岸会调研 能建研的符合型 高素质盟员队伍 不仅要做活格的台盟盟员 还要做活格的参政党成员 更要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盟 好帮手 好同事 今年是后疫情时期面临新形势 推进新任务塑造大格局的关键一年 全联对台交流 比研究工作将围绕一个组织 两个聚焦三领域年度重点工作任务来开展 一个组织就是以强基础电格局 寻突破为年度对台工作组织 两个聚焦就是以聚焦岛内统派政党团体 聚焦两岸经济融合进程为主要工作方向 三领域重点工作 一是积极扩大与岛内台胞交流交往 深化载入台胞的家园感 拉近两岸民心距离 二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离局提出问题 解决问题 预判问题 三是推进成熟工作机制的运行 完善推动全盟联动新框架的建立 今年台湾中央将扩大 岛内各领域活着力量 团结和引导广大台湾同胞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日共识 有效移植岛内台独势力的国性膨胀 今年台湾中央将继续发挥 相倾倾情优势 积极引导和协助台商台器 融入国家新发展规矩 为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多架桥梁多线实测 促进两岸同胞心领气火 增进和平统一认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